昨天晚上在我们这个地区 有一场难得一见的热带风暴 又是雷 又是风 又是雨 所以今天早上一起来 我们神的Clara City已经停电了 所以一直到今天早上十点多才恢复这个电 但是我们的系统没有办法那么快地恢复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仍然用重播的 但是感谢神我们的讲道还可以直播 哈利路亚 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Amen 哈利路亚 拍手一下 神是信实的 Amen 好 我们一读一段圣经 在诗篇126篇第四到第六节 这里说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附流 流泪撒肿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一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河捆回来 我们就读到这里 这是一篇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 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 七十年之后 第一次回归到耶路撒冷的那种喜悦 他们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 但当我最近再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神再一次提醒我一件事 那就是虽然以色列被掳七十年之后 回归耶路撒冷 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 但事实上那只是神工作的开始而已 而神的工作总是一波又一波的 在八十年之后 神带领以色列人有第二次的回归 神兴起了 以色拉把神的律法教导他的百姓 在十五年之后 神带领以色列人第三次回归 这一次是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 回去把城墙能够建造起来 我们看见很多时候 神的工作不是一次完成 反而是一波又一波持续在工作 而当你在波底的时候 那你以为神不再工作了 但事实上是另一波的神的工作正在兴起 就譬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了 那是神所给教会一个 非常伟大的复兴的时刻 想想看在五旬节的时候 那是个多么荣耀的时刻 多少人被圣灵充满口说方言 多少人归向耶稣基督 教会是何等的兴旺 可是在五旬节之后 神却让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兰 门徒门就四散各处 想想看 如果你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兰 你一定会觉得蛮伤感的不是吗 好像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 我就想到我们现在 不就好像那个时候的光景吗 回想这个Shakina Glory 圣殿建完之后 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神迹啊 那是多么荣耀的时刻 我们期待神荣耀的同在 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 可是忽然间 新冠病毒的疫情开始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居家隔离 这个美丽的会堂 变得空无一人 你知道好几次 当我走进这个会堂里的时候 我的灵里面都难免有一点沮丧 主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所应许复兴的工作在哪里 主就再次提醒我 在初代教会当大逼迫 临到耶路撒兰的时候 人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有人说神的复兴已经停止了 有人以为教会已经彻底失败了 但事实上神的复兴不但没有结束 反而在教会历史上 我们看见神的复兴 是一波又一波的降临 而且一波比一波更广 一波比一波更深 教会也没有失败 反而不断地继续成长 从耶路撒兰到欧洲 美洲 亚洲 直到如今在全世界 仍然在快速地发展 哈利路亚 神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 而且快速地正在向前进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疫情 就让我们灰心沮丧 以为神的工作好像到此为止 那事实上现在正是神 另一波工作的开始 那会是一个更深 更广的一个复兴的浪潮 Amen 所以我们不需要灰心 也不需要伤感 反而要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神 下一波复兴的作为来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预备呢 今天讲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 要持续地渴慕神的作为 要持续地渴慕神的作为 在这里我们看见诗篇126篇的作者 并没有因为神所开始的工作 他就停留下来 第四节里面我们看见 他对神有更深的渴慕 他说神啊 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能够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附流一样 他没有因为神已经开始 带领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 他就停留下来 以为神的工作到此为止 No 他的心继续向神呼喊说 主啊 不只是这些人而已啊 求你做更大的工作 让以色列回归向什么 向南地的河水附流啊 南地是什么地方 南地是以色列南部的一个 旷野之地啊 那本来是一个 干旱无水的河床 可能很多年前曾经有过河流 可是现在是一片旷野 可是诗篇的作者 在这个求生死 回归的以色列人 能够多到一个地步 好像是河水 能够附流在南地里面 哇 想想看 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景象 能够在一个旷野之地 能够河水重新涌流 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个景象 那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的 无法想象的一个景象象 但我们看见诗篇的作者 就是像神有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渴慕 一种伟大的期待 事实上我们看见 后来神也的确 选招了不同的领袖 带领了不同的群众 一次又一次地回归耶路撒冷 来重建圣殿 教导律法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弟兄弟我们看见 神像以色列的心意 不是只有一次的回归而已 同样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也不是只有一次性的工作而已 弟兄弟我们看见 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 是又大又广 甚至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正好像神怎么样死 那个河水 南地的河水能够附留一样 弟兄弟你要明白 今天神给我们生命河的应许 是Shakina Glory的应许 这个Shakina Glory的应许 是远大过于这个会堂的建造的 神所给我们的应许 乃是神荣耀同在的彰显 神要亲自走在他的百姓当中 向他们来说话 并且引导他们 保护他们 叫世人看见就敬畏 Amen 这个荣耀的同在 也不是停留在我们中间而已 而是要从我们中间 只涌流到万国万民 正像南地的河水附留一样 Hallelujah 而这个Shakina Glory会堂的建造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 但虽然是一个开始 但这个会堂的建造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接着这个会堂 神要向我们印证 神对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 神要印证 这的确是他手中的工作 Amen 回想到我们过去 在建堂的过程当中 想想看真的 神在我们中间 行了多少的神迹起始 想到我们在 动土典礼之后 正准备要开工的时候 还记得吗 没想到银行 临时在贷款的条例里面 多加了一个要求 就不把贷款的钱给我们 搞得我们那时候 卡在当中 进退两难 结果神竟然一夜之间 使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 明白我们的情况 而且马上答应给我们贷款 Hallelujah 让我们能够顺利开工 弟兄姐妹 这只有神能够如此成就 这样伟大奇妙的神迹 想到在施工期间 记得吗 我们求一件事情 求神不要下雨 好让这个工程 能够如期的完成 结果在那一年零 五个月期间 真的没有下雨 而且超级暖和 我还记得那时候 一月的时候 我还能够在Santana Road 外面坐在室外喝奶茶 哇 感谢神 我们看见 我们果然后来 能够如期完工 你知道每一个听见说 我们建这么大一个教会 只花了一年零 五个月时间 都非常的吃惊 因为这完全是 不可能的事情 但在人不能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阿们 弟兄姐姐 这一切都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说 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 是确切的 而神所开始的工作 神自己必定要持续来完成 阿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因为现在的疫情 我们就灰心 反而我们要持续来渴慕 因为神的工作 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 而且一波比一波更广 一波比一波更深远 哈利路亚 我们要像诗篇的作者一样 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向神呼喊说 是的主啊 愿你荣耀 同在彰显在我们中间 正好像南地的河水 附流一样 充满在我们中间 而且从我们中间 只涌流到万国万民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第一个 你要持续渴慕 神的作为 第二 要坚持的信靠神 要坚持的信靠神 特别是当我们处在 神一波的工作 与另外一波工作 中间的时候 也正是我在一个 我们并不知道神 下一波的工作 什么时候要来临的时候 特别在这种时刻 在两波的中间 你又不知道 下一波什么时候要来临 我告诉你 在这个时刻 我们特别需要 坚持的信靠神 这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在神带领 第一批回归的时候 有些人已经回归到耶路撒冷 但是绝大多数的犹太人 还是在被掳的光景当中 好像神的工作停下来了 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如何 同样今天我们光景 不也是这样吗 新冠病毒的疫情一来 好像一切都被中断了 连什么时候我们能够 恢复实体聚会 都遥遥无奇 好像疫情一来 就悄悄地夺去了 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 甚至很多人在说 我们大概也永远回不到 我们以前的光景 到底神的下一波 什么时候会来 到底什么是 神下一波的工作 弟兄姐姐 今天你要知道 今天我们的确 是处在一个神一波的工作 跟另一波工作中间 而在这个时刻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再一次说 坚持信靠神 我就想到 在《圣摩尔基上》 第三十章中 记载了一个大卫的故事 当时大卫率领他的军队 出去打仗 打完仗回家 回到自己的城里 才发现敌人 已经把他们的城市 洗劫一空了 不但城市被毁 而且他们的妻儿 都被敌人掳去 当时我们看大卫手下 有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 很焦虑 怎么办 他们的妻儿都被掳去了 他们在哪里 我们怎么能够 把他们找回来 第二个反应 埋怨 神啊 你在哪里 你为什么容易 这件事情发生 你为什么要保护我们 第三个反应 责怪了 神既不回答 那只好责怪人 找个人 到底谁的错 大卫 都是你的错 谁叫你带我们去打仗的 弟兄姐 今天这难道不都是 我们在面对挫折 患乱的环境当中 常常有的反应吗 但事实上 焦虑 埋怨 责怪 从来不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看见 大卫的反应 却不是如此 上摩尔基上 第三十章 第六节 这里说 他却依靠神 心理兼顾 大卫 之所以可以心理兼顾 因为这里说什么 因为他选择 信靠神 他相信 无论环境 怎么样改变 神永远 拥有 他的答案 所以他来到神里面 求问神 上摩尔基三十章 第八节 我们跟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 追不上呢 听众你 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心中的问题吗 仇敌借着这次疫情 从我们生命当中所夺去的 从教会当中所夺去的 我们能够抢得夺回来吗 我们看见神怎么回答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然后神说什么 必追得上 而且怎么样 都救得回来 哈利路亚 弟兄弟 你可知道在神的面前 是有一种 追赶仇敌的恩高的吗 哈利路亚 那就是无论仇敌 在我们生命当中所 抢夺去的是什么 神说 你现在都可以抢夺回来 哈利路亚 所以大卫就凭了信心 抓住神的应许 他去追赶仇敌 十九节这里怎么说呢 反而亚马利人所掳去的 无论大小儿女财物 大卫都夺回来 而且什么 没有失落一个 哈利路亚 连一个也不失落 弟兄弟们同样 今天我们也要来宣告 神已经将追赶仇敌的恩高 赏赐给我们了 哈利路亚 无论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夺去的是什么 无论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盼望 是我们与亲人跟朋友的关系 是我们的健康 是我们的财物 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奉主得圣明来宣告 我们都要抢夺回来 而且一个都不失落 Amen 同样我们感觉仇敌在教会当中所夺去的祝福 无论是我们现场敬拜的所带来释放的能力 无论是弟兄姐妹肢体生活那种扶持 无论是对神那种荣耀同在彰显的可慕 弟兄弟你要知道 在居家隔离这段日子 长期的居家隔离 已经让我们好像习惯了 在荧幕上的敬拜 以至于我们也慢慢地失去了 对神同在彰显的可慕 你知道 好像仇敌悄悄地夺去我们心中的可慕 我告诉你 无论仇敌夺去了什么 今天奉主得圣明 我们要抢夺回来 而且一个也不失落 Hallelujah 也许你会说牧师 这怎么可能呢 我这么软弱 这恐怕是给那些比较强壮的人 有力气去追赶的人吧 不是像我这样的人 那我弟兄弟我要告诉你 这恩膏是一个团体性的恩膏 就好像Shakina Glory 那是团体性的恩膏一样 是给每个人的 不但是给强壮的人 也是给软弱的人 我们看二十四节这里怎么说呢 这是谁可以依从你们呢 上阵的得多少 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应当大家平分 换句话说 不但上阵的人得到 抢回的乳物 你那些留守的人 那些看守器具 照样分得这些 夺回来的乳物 哪些是那些留守的 就是那些软弱的嘛 那些疲倦的嘛 不再有力气去追赶的嘛 可是大卫得胜回来的时候 神设立了一个原则 那就神的恩典 是给每一个人的 哈利路亚 不但是给强壮的 也是给软弱的 不但是去给打仗的 也是给那些留守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个与你无关 弟兄姐妹 这个恩膏是团体性的恩膏 只要你是属神的百姓 你就有份于神的得胜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无论你在面对的 环境的光景是如何 你一定要坚持地来信靠神 不要让仇敌欺骗你 因为神的工作停止 神不再工作 No 神下一波的工作正在兴起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才可以宣告仇敌所抢夺去的 我们通通要抢夺回来 而且一个也不失落 哈利路亚 你们 第三 我们要持续地撒种 要持续地撒种 在第五节里面 诗篇的作者 在讲完他心中的渴慕之后 他就说流泪撒种的 必要欢呼收割 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相信 而且我们期待 神有下一波的工作要来临 那我们就必须为神的工作 开始来撒种 因为流泪撒种 才能够欢呼收割 那你说怎么样撒种呢 首先第一个 要持续不断地祷告 要持续不断地祷告 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祷告能够带给我们得胜仇敌的能力 Amen 今天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事奉当中 我们不是常常觉得没有能力吗 多少时候我们感觉到 好像神的恩典 正在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在半途就好像被仇敌 好像拦截下来 好像拦截下来 这好像我们本来想 应该得到神的应许的祝福的 但现在因为仇敌的工作 我们经历不到神应许的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来祷告 你知道早期华人教会里面有一句话 说多祷告就多有能力 少祷告就少有能力 不祷告呢 你也想得出来 就没有能力 真的何等的真切 多祷告就多有能力 你少祷告少有能力 你不祷告当然没有能力 只有借着祷告才能够断开仇敌一切黑暗的权势 让我们得享神应许的祝福 Amen 而且不但要祷告 而且持续不断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 就好像但依里一样 你知道但依里不但是在被掳时期的一个先知 其实但依里是非常伟大的代导者 你知道吗 圣经讲到说 但依里他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在祷告 一天三次 为什么要面向耶路撒冷 因为那是神的应许 神应许以色列人备鲁七十年要归回耶路撒冷 他在备鲁之地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在祷告 抓住神的应许 持续不断地祷告 我们看见至终 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成就 同样的弟兄姐妹 要记得今天你我 也是有神应许的人 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 向主来呼求 主啊 求你彰显你的荣耀 彰显你的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 求你彰显你的作为来 彰显的荣耀来 让这个地方成为你荣耀 同在彰显的地方 Hallelujah 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持续地祷告 因为知道神所应许的他怎么样 必定成就 Hallelujah 所以要持续不断祷告 第二个 要顺从神一步一步地带领 要顺从神一步一步地带领 所谓流泪撒走 不是叫你坐在这里光祷告而已 第六节我们看见 这四篇的作者讲 带种流泪出去 必要欢欢乐地带着河捆回来 这里带着流泪出去 啥种都是动词 换说我们需要用行动来配合 我们需要顺服神一步一步地带领 特别在一种危险的时代 我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一定要顺服神一步一步地带领 有一次有人问赵庸基牧师 他是在韩国一个最大的一间教会的牧者 就问他说 你牧会这么多年 你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跟风暴 请问你牧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毫不考虑 立刻笑着回答说 I pray and I obey 他说我祷告 然后我顺从 这答案就这么简单 这么经典 这是全世界最经典的答案 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I pray and I obey 弟兄姐姐今天无论在我们侍奉的道路 在带领教会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一件事情 不是你想做什么 也不是我想做什么 在跟随神的时候 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在跟随神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途径 但事实上 在我们整个侍奉神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神要你做什么 照样去做 你就必能够得蒙神的祝福 你就能够经历神的作为 我在说重要的不是你想做什么 而是神要你做什么 很重要 照样去做 你就能够经历神 就像彼得一样 你还记得彼得 有一在一个楼房上 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 看见一个大布包 放下来里面充满不洁净的食物 神对他说三个字 宰了 吃 请问你这三个字简不简单 很简单 宰了吃 清不清楚 很清楚 宰了吃 容易说 很容易说 就是宰了吃就好 但对彼得来讲 很难啊 难到一个地步 他三次对主说 主啊 不可 你知道这句话本身就很矛盾 你既然说主 应该说yes sir 不是 你不是主啊 不可 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他三次对主说 主啊 不可 因为这是他过去 按照他的传统 所经验 所从来觉得 不可以做的事情 但感谢神 彼得至终 顺从了 顺从了 他就照着 后来神就筛遣 这个外邦人啊 哥尼流的 他的仆人家 敲门 他就知道 原来神要他去外邦人家 他就照着去做 福音就因着他 传到哥尼流的家 哇 我告诉你 那是第一次 一个使徒 进入到一个 外邦人的家 传福音 传福音给外邦人 而且第一次 能够见证外邦人 被圣灵充满的光景 哇 那真是历史的时刻 我告诉你 我常常这样形容啊 当彼得脚踏入 哥尼流家的 那一个时刻 那就好像 阿姆斯壮 登陆月球 脚踏上月球 那一步是一样的 是因为 彼得那一小步 却成为 跨文化宣教的 一大步啊 因为他的 顺服 因为他的顺服 同样 教会也是如此 你知道神给每一个教会的使命都不同 不是每间教会 都要做所有的事情 也不是每间教会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最重要一件事 神要我们教会 做什么 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世代 求神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啊 寻求神的心意 而且顺从神 一步一步的带领 我深深地相信 一间教会 如果能够不顾己身 舍己顺从来完成神的心意的时候 神不能够不祝福这个教会 而且要使用这个教会 成为神手中的起立 Amen 弟兄姐 今天我们所信的神 是独行歧视的神 什么意思 他永远按照他的意志行事 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能够拦阻它 它是独行歧视 无论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环境 如何改变 我告诉你 神永远按照他的旨意行事 没有人可以阻挡 而且他所应许的 必定成就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眼目 永远定睛在神 和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上 Shakana Glory 神荣耀同在的彰显 仍然是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 就让我们存着期待的心 来迎接神 下一波复兴的作为来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们 现实上的感谢与赞美 虽然我们现在处在 一波过去 另一波还没来的中间 好像我们在黑暗当中 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我们坚持地相信 你对这个教会是有应许的 Shakana Glory 这个会堂就是印证 每一次我们看见的会堂 我们就知道 你对这个教会是有个应许的 你要荣耀地同在 彰显在我们中间 只要世人看见 不能够不敬畏你 哈利路亚 再一次来帮助我们眼目 回转到你的身上来 定睛看着你 看着你所应许的 而你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哈利路亚 我们就期待 期待那新的一波的复兴 要来临 那是又深又广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哈利路亚 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 祝福德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同会来唱这种回音诗歌 如果你在家里 请你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 来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 再一次彰显 你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圣灵运行 你国度降临 掌浅在这地 打开天堂的门 将下你的荣耀 圣洁光照耀 你能力彰显 打开我的眼睛 看见你的荣耀 福福敬拜你 我主我望 下开那 神的荣耀 降临着地 我们渴望你 你同在 下开那 神的荣耀 充满圣天 我们请拜祢 在荣耀之中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 再一次彰显 你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圣灵运行 我们欢迎圣灵运行 以国度降临 掌浅在这地 打开天堂的门 打开天堂的门 将下你的荣耀 圣洁光照耀 你能力彰显 打开我的眼睛 看见你的荣耀 祝福敬拜祢 祝福敬拜祢 我们请拜祢 在荣耀之中 云彩充满 云彩充满 如火焰燃烧 神的光彩 照亮黑暗 后来的荣耀 你打过先前 你打过先前的 也尽全地 真多我 云彩充满 云彩充满 再一次彰显 如云彩充满 如火焰燃烧 神的光彩 照亮黑暗 后来的荣耀 你打过先前的 你打过先前的 也尽全地 都 actress role 云彩充满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降临这里 我们甜望你的荣耀 찬开惨 神的荣耀 降临这里 我们尽快祢在荣耀之中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同志开口来祷告 同志开口来宣告 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伟大的应许 Shakhanah Glory 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工作停止了 当你看见了环境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见神立刻正在兴起 好不好 同志开口祷告 无论在哪一同来宣告 Shakhanah Shakhanah 神荣耀同在要彰显在我们中间的 哈利路亚 同志开口向主来宣告 来祷告 我们赞美祢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愿祢荣耀同在彰显在祢的百姓当中 叫世人看见就敬畏祢 主我们赞美我们抓住的应许 持续来祷告 持续来祷告 祢要带领我们进入祢荣耀同在当中 哈利路亚 我们叫荣耀归给主祢 因为知道祢的应许必定成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的荣耀归给主祢 将领归给主祢 将领归给主祢 我们渴望以利同在 哈利路亚 神的荣耀归给主祢 我们渴望以利同在 哈利路亚 神的荣耀归给主祢 哈利路亚 神的荣耀归给主祢 是的 主啊 我们渴望以利同在 哈利路亚 神的荣耀归给主祢 哈利路亚 神的荣耀归给主祢 哈利路亚 神的荣耀归给主祢 哈利路亚 如云才充满 是的 主啊 是的 主啊 神的光彩 照亮黑暗 后来的荣耀 大国先前 比大国先前 连几全地震动 再一次宣告 云彩充满 若云彩充满 如火焰燃烧 神的光彩 照亮黑暗 哈利路亚 后来的荣耀 比大国先前提 连几全地震动万国 上开那 上开那 神的荣耀 降临这里 我们渴望你 你同在下开那 神的荣耀 充满圣殿 我们今晚已在荣耀之中 哈利路亚 使得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等候你来仰望你 使得主我们不灰心 我们不上胆 虽然的环境是这样的黑暗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你下一步的工作 正在兴起 哈利路亚 我们深深地相信你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把这个荣耀的盼望继续放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 你对我们的应许是Shakina Glory 你荣耀的同在要彰显 当我们看见这个会堂 一次一次就印证你的应许是真实的 哈利路亚 你的应许是确切的 你所应许的必要成就 谢谢我们这样一切荣耀都归给主 你自己哈利路亚 在我们中间 若是有任何的一些朋友 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助 今天是最好的机会 我邀请你 神的荣耀太重要了 神荣耀的同在太重要 在你生命当中 能够转变你的生命 让你经历到神的丰富和恩典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主的救恩 今天你就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助 你就跟着我一句一句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就是荣耀的救助 你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的罪 舍命在十字架上 赦免我的罪 好叫我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我今天愿意接受你 做我个人的救助 在我一生当中 要跟随你 经历你的同在 经历你的丰富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如果你做刚才的祷告 让我恭喜你 你成为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请你在线上跟我们联络 填一下我们的决志单 我们的同工会继续跟你保持联络 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启程福音聚会 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更多的扎根 我们在神的家里一同来成长 阿们 我们再一次来歌颂赞美祂 哈利路亚 下开那神的荣耀 降临着地 我们渴望你 你同在 下开那神的荣耀 充满圣天 我们请拜祢在荣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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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祈祷的荣耀 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为祂配送的天称重 以赞美 哈利路亚 谢谢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现在答应主耶稣是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众人同在 从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上帝祝福你 阿们